现在在香港戴口罩的话是违法的 大家好,我是Mira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韩国的街头上 有看到很多韩国人都是有戴口罩的呢 我一开始还以为 啊,韩国人常常生病吗 为什么都常常戴口罩 因为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来说 其实一般的情况之下不太会戴口罩 通常戴口罩的原因是因为卫生 比如说我生病了 或者是工作上面有需要 我记得我人生中我戴口罩最久的一段时期 就是2003年香港有发生这个SARS的事件 然后我好像戴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可以在香港找到的口罩颜色通常就是 白色、蓝色、粉红色、绿色然后灰色 所以刚刚来到韩国的初期啊 我看到韩国人们都戴口罩 我就觉得他们这么容易生病吗 然后就在韩国是很容易生病的吗 在这边住久了然后才发现原来韩国人戴口罩的原因有几个 首先第一个 就是用来遮丑 因为很多韩国人呢基本上没有化妆是不会出门的 但是如果懒惰的时候怎么办那他们就会戴口罩 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原因啊 因为就是爱美嘛 所以不想要自己丑丑的样子被陌生看见 那所以如果大家在路上有很留意的话 你就会看到大部分的人几乎98%吧都是有化妆的 然后第二是因为韩国的冬天实在是太冷了 最冷的时候其实可以到零下二十几度 然后体感温度会再低一点嘛 所以戴口罩的作用是可以帮你保暖 你基本上你身体你会穿羽绒大衣 手的话你会那个拿暖暖包 可是脸的话你只能靠口罩来就是包着你这边的皮肤 不然其实你韩国那些风啊就是吹的会很痛 然后你脸都会变红红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有戴跟没戴差很多 因为你会呼吸嘛 然后你会感觉你呼出来的气 其实会有点湿湿的感觉 所以这是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我现在其实在冬天还蛮依赖口罩的 然后我觉得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 我觉得我的皮肤好像快要被冷到快要坏死的那个状态 然后第三就是韩国的空气问题 韩国的空气污染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其实包括我其实我一开始来韩国的时候 我都觉得韩国天气好像很好 然后你看到就是蓝天白云 然后就是视野很清楚 然后都觉得空气好像很干净的感觉 但其实韩国有这个 就是雾霾 它是常常会出现的一个东西 尤其是冬天的时候 韩国是特别严重 因为韩国的冬天是吹西北风 韩国人会觉得 从中国吹过来的风 里面有带来很多黄沙 黄沙就是韩国人说的雾霾 所以在这种黄沙季啊 常常都会听到韩国人说 今天这个雾霾很严重的记得戴口罩哦 一整天都一天 只要你没有戴口罩的话 大家都会跟你一样说 雾霾对人体的身体有什么坏的影响呢 因为简单来说是雾霾是可以进入我们人体的肺部的 进到肺部里面是会迅速沉淀 然后是排不出去的 所以就是会一直累积一直累积 这个累积是可以导致很容易得到癌症 所以雾霾其实是蛮可怕的一个事情 不过一般的口罩是不可以隔掉这个雾霾的 就是雾霾用的口罩是外形上也比较特别 然后它的结构上也比较特别 就是它会比较厚一点点 然后比较硬一点点的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韩国人呢几乎都是统一只戴一种口罩 就是黑色的口罩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韩国人呢很爱美嘛 就是他们觉得黑色的口罩是比较好看的 而且用在衣服搭配上是很好搭配的一个颜色 在韩国有一个词语叫做 机场时尚 然后韩国艺人们呢都会为了在机场里面 就是会有记者去拍他们的 就是为了那个被拍的瞬间 然后他们都会好好搭配衣服 然后就是要表现自己是很会穿搭的感觉 我有发现是女艺人的话通常都会化妆 戴黑色口罩的例子是相对比男艺人少了 男艺人你看到比如说EXO啊BTS啊 他们很多都是戴帽子 然后戴个口罩 然后他们通常都素颜的 然后我觉得粉丝们也是因为这个KPOP的影响啊 所以大家都觉得喔 黑色的口罩才是时尚才是漂亮 所以现在基本上韩国只用黑色的口罩 然后在韩国以外的地方 我也觉得因为是这个原因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被影响对于黑色的口罩的看法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韩国是整形大国嘛 那通常人们做完整形手术之后呢 都会戴白色的口罩 一般来说韩国人对于白色口罩的印象就是 喔你整形了吗 你做了手术喔 或是喔你生病吗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 所以比较起来他们就不会选择白色的口罩 我觉得韩国人真的可以被称为最爱戴口罩的民族之一 然后香港也是韩国人最近这几年很爱来的其中一个旅游的地区之一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香港啊 就是也有不少人会戴黑色的口罩 应该有一部分人就是韩国人了 但是超可惜 现在在香港戴口罩的话是违法的 因为香港的特首已经宣布了在2019年10月5号 5月12点开始 就会有这个禁止蒙面规律 就是简称禁蒙面法 然后内容简单来说就是 任何人只要在以批准公众集会及游行以及非法集结 未经批准集结和暴动中使用蒙面物品 为例者最高可以被罚款港币25000块以及监禁一年 然后警务人员是可以要求该人取出有关蒙面的物品 如果没有遵从的人最高可以被罚款1万块港币以及监禁6个月 然后有不少的网友问我 那如果我生病的话我可以戴口罩吗 那其实旅客是不太会知道香港什么时候跟什么的地方 会有游行或是集会的 那所以刚好旅客是生病大感冒然后戴了口罩 然后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去了这些再进行集会游行的地方 那这个机会呢是很高的 那在一般的情况之下旅客其实不会随身都会携带着一张可以证明自己是生病的纸嘛 但是只要是证明不了自己生病的话 戴口罩就是违法了 那禁盟免法是引用了紧急法来推行的 那简单来讲一下紧急法就是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认为属于紧急情况或危害公安的情况时 订立任何合肤公众利益的规律 跳过了香港本来的立法程序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更多有关于这个禁盟免法跟紧急法的详细的话 在YouTube上面搜懒人包其实就有很多 然后就是很长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因为我知道我的观众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外国人 然后我也很担心如果大家来香港旅游的时候 可能会不小心触犯法律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小心 然后如果是香港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身边也有外国朋友的话 我觉得真的你们用嘴巴去跟他们多讲几句 总比他们自己在网络上看新闻来得好 因为就算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住在香港的外国人 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知道香港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有外国朋友的话我们就用我们嘴巴讲吧 好了如果你有今天的分享的话 来帮你来自我啦 记得followIG的话 就可以知道多些我的韩国生活的一些最新同行 记得记得第2个韩文钟仔就不要错我的新影片了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 大家收看 拜拜